部長好 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昨天部長有提到 說這個OMER狂是進入本土 那因為現在群聚 擴大 我們算是定調是進入社區感染嗎 然後因為有醫師提到說 就是全台都應該要做 好防疫升級的一個準備 那我們會不會也把 防疫規定緊縮 像是停辦大型活動 另外也有縣市首長建議說 像現在不管是拍照 或唱歌 沒有辦法保持距離的場合 都應該要戴 口罩 然後另外也像中央喊話說 是不是要考慮 反臺的檢疫要軌到14加7 然後我們怎麼看 謝謝 什麼要加7 14加7 就是反臺的檢疫 這位已經解釋過很多次了 現在潛伏期 並沒有增長的一個 增長減伏期的情形 那在旅社裡面也有旅社的一個風險 那適當的一個距離的時間 那在旅社裡面能夠保持它的安全 那這是我們現在在努力的目標 以為要把這樣的一個集中檢疫時間加長 而不去注意相關可能的問題 那我認為這不見得是一個好方法 剛才羅夫也特別跟大家報告過了 在這裡面都可以在我們檢疫期間 被我們掌握住 所以請大家放心 當然也希望在居檢回家的人 家裡的時候 那同住的家人一定要堅守 是加強版的自主管理 那所有在被在家裡居檢的人 一定要逐步出事或逐步出戶 那這一定要把這原則 要把它掌握 每一個環節都每一個環節的人 該注意的地方 那第二個目前在這個情況裡面 在都有可以追蹤的道的這樣的線路 在這樣的追蹤的道 可追蹤的案例的本土案例 的情況下 我們不會升高等級 但是呼籲大家要多注意 能夠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盡量就不要去 那去的時候 口罩 跟社交距離 還有勤起手等等的 應該要把它 把它就是 做好來了 那另外大家的聲音 很多 呼籲很多 那我希望大家 還是趕快打疫苗